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冬奥2022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基础班的课程 我是主讲老师迪哥 我们继续来看人力资源战略相关的内容 那么前面呢我们讲了人力资源它如何获取 那么获取了之后呢 就要进行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开发了 那么这样用起来才得心应手嘛 对吧 那么它是指组织为实现自身和员工 个人发展的目标 有计划系统的为员工提供学习机会或者是训练 使之提高完善改进和工作相关的一些知识 技能能力以及态度等素质 以适应并胜任职位工作的战略性人力资本投资活动 培训和开发是吧 我要进行投入的 那它的流程是怎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要进行培训需求的分析 你需要什么样的培训 接下来呢 要进行培训计划的设计 设计完了之后呢 还要实施 实施完了之后是不是结束了 没有 还要进行培训效果的评估 那么这些内容呢 大家只要了解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不会出题目考察大家的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要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 和我们前面的这个金融战略啊 它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样进行匹配 那么这块内容呢 就很有可能会考察我们了啊 我们要进行重点的关注 首先来看一下成本领先战略 那么成本领先战略 他强调的是什么 个人能力 而且这些技术工人啊 他们的个人能力怎么样 这个我是很关注 因此呢 他强调范围有限的知识和技巧 实施个人的在职培训 那么企业呢 他往往通过自己设立企业大学 你比方说像吉利汽车 那么他就是搞这个成本领先战略的 对吧 那么我要设立我这个吉利大学啊 来对员工进行培训 或者是定期培训来提升员工的知识和能力 那么这是成本领先战略 差异化战略呢 他强调的重点就不一样了 那么他强调什么 公司与其他的企业的什么 不同之处 因此他就要求要具有广泛的知识 技巧和创造性了 往往呢 传递外部的吸引信息 购买所需的技能 或者是利用外部的培训机构 对团队进行培训 差异化嘛 是不是啊 如果你只是搞内部的企业大学 那么显然就很难做到这种差异化 我必须得引入外部的这些信息和思想才可以 所以他这特别强调的就是外部的培训机构 这是差异化战略 好 接下来看一下集中化战略 集中化战略 他强调的是应用范围适中的知识和技巧 那么企业可能利用在职培训 或者是外部培训 自己培养技能或者是购买技能 二者都有 那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那么培训了之后下面干什么呢 那么人力资源呢 他肯定要工作了 对不对 那么工作他就有什么 他就有绩效 我们要对你的绩效呢 进行评估 绩效管理是对绩效进行评估的过程 一般来说呢 是包含四个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进行绩效评估首先一个要有绩效的计划 它是指在绩效周期开始的时候 由上级和员工一起就员工绩效考核期内的绩效目标 绩效过程和手段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 你不能说你上级定什么 我员工就要接受 对吧 是我们一起来讨论你这个绩效考核期内的绩效目标 达成一致了 然后呢 你后边呢 可能对绩效考核呢 我们说大家心里边才都舒服 好 那么有了这个计划 下面呢 要对绩效进行监控了 它是指在整个绩效期间内 通过上级与员工之间持续的沟通 来预防或解决员工 实现绩效时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的过程 比方说一个销售员 他说我今年呢 这个销售额应该要达到 比方说2000万 结果呢 他前边一个季度只完成了200万 那么说 你想全年实现这2000万的这么一个销售的目标 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就要去看 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够解决 好 在下面 绩效考核 它是指确定一定的考核主体 借助一定的考核方法 对员工的工作绩效呢 做出评价 好 是不是评价完了以后就结束了呢 显然不是 我们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绩效反馈 它是指绩效周期结束的时候 在上级和员工之间进行绩效考核的一个面谈 上级呢 把这个考核结果告诉这个员工 你到底得的是A B C还是D 对吧 我会告诉你的 并且指出员工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并和员工一起制定绩效改进的计划 假如你做的不好的话 我会告诉你 为什么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呢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以及后面 有没有可能去解决它 那么这是绩效反馈 那么绩效反馈呢 我们说你才能够让这个员工清晰的知道 自己到底在哪些方面有进步的空间 对吧 那么这样呢 你员工的绩效好了 我整个企业的绩效呢 也就变好 我们说这四个步骤呢 大家要了解这个逻辑呢 还是比较清晰的 对吧 首先我们制定出来计划 然后呢 进行监控 监控的过程中呢 就有可能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要尝试着去解决这些问题 好 到了后面 我们要进行考核 考核并不是结束 那么考核之后呢 我们还要进行反馈 来帮助员工呢 去改进他的这个绩效 那么绩效计划 还有一些观点性的东西 以及方法上的东西 我们也要去了解一下 他这讲到了 绩效计划是整个绩效管理系统的 什么 起点 下面是关于这个 绩效计划的一些工具 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涉及到了 关键绩效指标法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KPI 然后平衡积分卡 BSC 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 会专门讲这个平衡积分卡 所以这儿呢我们就大致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是目标管理法 目标管理 那这三个方法呢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内容 不需要大家这个重点的去掌握 了解就可以 关键绩效指标法 那么你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关键绩效指标 对吧 他是用于评估和管理 被评估者绩效的可量化的 或者是可行为化的这么一种标准体系 是对组织战略目标有增值作用的这些指标 那么他将个体的绩效 与组织的战略目标紧密的连接起来 建立起了个体绩效和组织战略目标的这么一个联系 那么这样呢 我们说你个体的这个绩效才能够促进我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 那否则的话 你自己从那儿猛打猛冲 但问题是你冲那个方向和这个组织 它的战略目标 它这个方向不一致 那么就有问题了 对吧 所以我们要建立起这种紧密的这种连接 另外我们要知道运用关键绩效指标法 对绩效进行管理呢 可以保证对组织有贡献的行为受到关注和鼓励 好 那么关于关键绩效指标法 我们就知道这么多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目标管理法 他这讲到了目标管理法 不仅是一种评估体系和过程 后边那个更重要 说什么 它是一种管理实践的什么 哲学 这个哲学的核心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管理者和下属一起进行计划组织控制交流和讨论的方法 请注意 并不是说我上边关大一击压死人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吧 我是和下属一起来去做计划组织控制交流和讨论 我通过参与设计目标或者是主管安排任务 那么我下属呢 他在履行工作过程中被提供给一种追随进程和一个努力目标 好 那么关于这块我们了解了这个程度就行了 那么下面呢 我涉及到了绩效考核 那么绩效考核呢 我们说你要知道考核的对象 考核的内容 主体 方法等等这些啊 了解一下就可以 考核对象 一般包括组织 部门和员工 几个层次 三个层面 接下来考核内容 主要考核的什么 一工作能力 二工作态度 三工作业绩 考核的主体一般包含五个大类 上级 同事 下级 员工本人 还有客户 那么考核方法呢 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我们也是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 第一个 比较法 通过比较 我们才能确定 不同人他到底的绩效是怎么样子的 就像迪哥 是吧 我在学校里面呢 我们老师之间 他有这个教学工作业绩考核 实际上 他也是通过比较来看出来 有些老师 那么他是 能够得到这个A的这样评分 可能只有20% 那么有些老师 他能得到B的评分 比方说30% 那么有些老师呢 只能得到C 还有一些老师呢 只能得到D了 对吧 我怎么听出来这个ABCD 通过大家之间的这么一个比较 好 还有量表法 那么量表法呢 他会设置一些指标 通过这些指标 来对大家的这个业绩呢 来进行一个评价 还有描述法 上级 你的同事 你的下级 等等这些 你可以对这些工作 进行一些描述 通过这些描述 我们也可以判断一下 你的绩效到底是怎么样子 好 那么关于这块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那么你 如果只是进行绩效的考核 不把薪酬和绩效考核 给他联系起来 实际上意义也不是特别大 对吧 我这个薪酬 实际上和绩效联动 才能够对大家有更强的一个激励作用 否则的话 我告诉你绩效不好 结果呢 薪酬还给你发很高 那你说这个人 他到底要不要好好工作啊 反正无论我绩效怎么样 我薪酬都不错 是不是 那肯定是不行 所以我们说还要把薪酬和绩效给他联系起来 那么这就牵扯了我们薪酬激励这块内容 薪酬管理 它是指在组织经营战略和发展规划的指导下 综合考虑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 确定我的什么 薪酬体系 薪酬水平 薪酬结构 薪酬构成 明确员工所应得的薪酬 并进行薪酬调整和薪酬控制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块内容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整个的人力资源的薪酬激励呢 我们教材介绍了三大块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薪酬的组成以及公平性原则 第二就是薪酬的水平策略 第三个就是企业竞争战略与薪酬策略 那么这儿呢 又把竞争战略和薪酬进行了一个关联 我们前面也说了 只要是牵扯到了人力资源和前面的竞争战略 建立关联的这些部分呢 大家都应该重点的去关注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些具体内容 首先就是薪酬的组成以及公平性原则 薪酬呢 我们这儿讲到主要是三块来组成的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 第一个 基本薪酬 它是指根据员工所承担的工作 或者是所具备的技能 而支付给他们的 较为什么 稳定的经济收入 所以是基本的吧 是吧 好 第二呢 就是可变薪酬 可变薪酬 它是指根据员工部门或团队 组织自身的绩效 而支付给他们的 具有变动性质的经济收入 这是可变的 第三 就是间接薪酬 它指的是 给员工提供的各种什么 福利 福利 抓住福利二字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比较简单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薪酬的公平性原则 我们教材呢 讲了三个层次 那么这三个层次的含义呢 大家还是要把它搞清楚的 是有可能会出选择题来考察 首先一个呢 是外部的公平性 它指的是 在不同的企业中 类似的职位 或者是员工的薪酬 应当是基本相同的 而你比方说我华为 我的研发职位 和腾讯的研发职位 那应该这个薪酬啊 要基本相同 那否则的话 那有可能有人就从这个 华为 我跳到腾讯去了 或者是反过来 对不对 这是指的外部的公平性 不同企业中 内部的公平性呢 它指的是在同一企业中 就不是不同了 同一企业中 不同的职位或者是员工的薪酬 应当与什么 各自对企业的贡献成正比 你像华为研发人员 我要搞出一个新产品来 可能会大卖 对吧 那么他对于公司的贡献啊 可能会更高一些 那么有些员工啊 你比方说人力资源部的 那他可能是辅助性的这样的部门 他这个贡献呢 稍微的少一点 所以从薪酬这个角度来讲 研发人员 他的薪酬就有可能啊 比这个人力资源部的 他的这个薪酬 那可能他会高一些 那么这样呢 做研发的人 他才有干劲 对不对 因为我是主要的这个价值贡献者啊 如果你要是给我很低的薪酬 反而是人力资源部 他们这个薪酬更高 对吧 那么大家就会觉得 这个太不公平了 有可能这个研发部的人就离职了 对不对 这讲的是内部的公平性 第三就是个体的公平性 个体的公平性呢 我们说他也是讲的同一企业里面 他讲的是相同或类似职位上的员工 薪酬应当与其能力贡献成正义 你的能力比较强 你的贡献比较大 这个绩效考核里边 是不是 我们可以看到你这个绩效考核 发现确实你为这个企业 做了很大这个贡献 那么 虽然 你和其他的这个员工 是吧 职位是一样的 都是研发人员 但是你研发出来这个产品 那变成了一个杀手机的产品 对吧 另外一个员工 他研发出来这个东西呢 他就一般般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 你的收入就会高一点 对吧 要和你这个贡献呢 它是要成正比 那么这是讲的个体的公平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薪酬水平策略 基于前面的几种公平性 对吧 那么企业他会采用什么样的 薪酬水平策略 这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什么是薪酬水平 薪酬水平 它指的是内部各职位 各部门 以及组织整体平均薪酬的高低情况 反映了企业所支付薪酬的外部竞争性 与薪酬成本 好 那么有几种不同的策略 那么这几种不同的策略呢 它的这个内涵 我们也要把它搞清楚 也是有可能会出选择题来考察我们 我们来看 第一个领先性策略 领先性策略指的什么 薪酬水平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这样的策略 你比方说像刚才我们讲的华为 对吧 那我的薪酬水平 那么就有可能比其他的啊 一些同样是做电信 研发的这样的企业的薪酬水平呢 要高 啊 你在其他的这个企业里边 那有可能是啊 研发人员啊 50来万 对吧 那么到了我 华为啊 同样的这个岗位 那有可能我支付的就是80万到90万 对吧 那么领先性策略 第二 匹配性策略 薪酬水平啊 和市场的平均水平保持一致 啊 你比方说像工商银行 对吧 哎 我制定的这个薪酬水平和整个的这个银行业啊 他的这个平均水平保持一致啊 匹配性策略 再下面 拖后性策略 薪酬水平要明显低于市场平均水平 那么有学员就说了哎 你明显低于市场平均水平 这人不就都走了吗 也未必 是吧 有两种情况 使得我可以采用这种拖后性的策略 我要低于市场的 平均水平的 比方说我们说 现在这个企业处于初创期 大家都要勒紧裤腰带 到后面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好了 我们会大幅的提升这个薪酬水平的 对吧 有可能这个企业的老板给你画了一个大饼 那这个时候呢 我采用的薪酬水平可能会低于市场平均水平 而一种情况就是 我这个企业非常不错 属于这个行业里面的领军企业 你在我这边工作啊 那就是可以镀金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两年 你在我这边拿这个比市场平均水平低的这样的工资 你一跳槽 说不定这个薪酬呢 就会翻翻 对吧 有些人他是抱着镀金的目的 来这个大企业来去工作的 所以我们说 他愿意接受这种市场平均水平 我是为了后面我拿高工资 对吧 我现在接受你这种拖后性的这种工作策略 最后一个 混合性策略 他指的是针对企业内部的不同职位 采用不同的策略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 好 那么下面来看一下 这个薪酬策略和企业的竞争战略 他们怎么样去建立联系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 针对不同的竞争战略 我们就要才能从不同的维度 进行了一个比较 首先从公平线上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成本领先战略 他强调了什么 是对外公平 而你在格力的这些技术工人 和美地的技术工人 他应该是大家薪酬差不多的 对吧 否则的话 你格力 如果你给了个薪酬非常非常低的话 那么这些技术工人全都跑到美地去了 对不对 那么强调是对外公平 差异化呢 强调是对内公平 因为它是差异化的 那么不同的员工 他对于公司的贡献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凭我公司 对吧 我研发人员和人力资源部的人员 和市场营销部的人员 那么我对于公司的贡献都是不一样 所以他这强调是内部公平 你要根据不同的岗位的人员 那么他对公司的实际贡献来设置他的薪酬 而不应该是大家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的话 那么大家会觉得内部不公平 很有可能这个员工会离职 那么集中化呢 他也是强调要对内公平 要对内公平 好 接下来看一下工资基础 成本领先战略呢 他讲的是岗位或年资 使用固定薪酬 就是基本薪酬 他比较强调 然后差异化 我们说他强调能力或者是绩效 较多使用浮动薪酬 可变薪酬 其中化呢 强调能力和绩效的结合 并将固定薪酬和浮动薪酬一起使用 所以他又是介于二者之间的 这么一个情况 好 再下面 决策过程 成本领先战略 我们说他强调的是极权 往往是通过高层做出决策 你们下边这些人 你只要是高层说什么 你去执行就可以了 对吧 这样效率比较高 可以实现这种成本领先 但是差异化就不行 差异化我们说 它是授权中层 或者是子公司进行决策 要发挥大家的这个主观能力 像很多互联网的企业 像我们刚才说腾讯 是吧 像阿里巴巴 那么他很多的人都是可以独当一面 所以他授权做的比较好 集中化呢 有效的将授权和分权统一 针对市场和公司能力 采用不同的方式 又是介于二者之间 好那么关于这块呢 我们掌握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呢 来看一下过去五年啊 前面讲这些内容 考试的一个情况 那么他考的就是什么 薪酬水平策略这一块 2021年啊 考过单项选择题 你不要去看 17到20没有考过 那是因为 这个薪酬水平策略 在之前他就没有出现过 对吧 这是2021年新增的知识点 新增马上就考了 对吧 可见这块内容的 可考性还是比较强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出题人会怎么样考我们 这是一道单项选择题啊 说泰奇公司呢 是一家从事饮料生产的外资企 那么该公司的薪酬结构 由基本工资 奖金 津贴 福利 等等这些构成 那么其薪酬水平是 国内饮料行业 平均薪酬的三倍左右 那么泰奇公司采用的 薪酬水平策略是什么 这个太明显了 是不是啊 你都是人家其他的 平均水平的三倍了 那么显然是属于领先型的策略 拖后型的策略 是要比别人要低的 对吧 匹配型的策略 是和别人差不多的 混合型策略呢 三种我都要结合起来去考虑 那么所以呢 只有C这个选项是正确的 对吧 看起来这是有案例背景的题目 但实际上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知识点的职业怀疑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变化内容啊 他考试的时候往往 他考的就不那么深 反而是容易拿分的 只要你知道 它是什么含义 对吧 这个分数呢 还是比较容易拿的 所以我们再次强调啊 我们前面所说的 人力资源战略里边那些 比较容易考到的那些内容呢 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进行掌握 千万不要把人力资源战略这块直接放过去 21年之前的那些考试的情况 没办法去做参考了 因为这块内容呢 在21年变化特别大 22年呢又没太有变化 对吧 那么21年这个变化呢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它是非常有利于出题目的 所以我们再次强调 就是那些和竞争战略联系起来的那块内容 大家一定要重视 好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人力资源战略这块呢 就给大家介绍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